县议员徐子方和市民代表杨哲峰 近日是协同了花莲圣王堂 法斗法型团队 推拿师罗杰 以及花莲县小路城乡美学交流协会之工 一同到卫生福利部东区老人之家 为长辈们提供免费理法和按摩的服务 办理感恩月爱心易检公益活动 徐子方议员了解到长辈外出不方便 将独居或者是一栋不便的长辈 邀请到了活动现场 让长者感受到这份贴心的服务 县议员徐子方表示 因为长者最需要的就是关怀陪伴 所以团队选择在五月来举办感恩月的易检活动 让长辈能够在老人之家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服务 并感受到社会的尽老关怀 我们的团队有跟花莲圣王堂 还有我们法斗艺术法郎 还有我们的小鹿城乡美学协会 然后一起办这个易检的活动 那很高兴这一次呢 我们也有推拿师罗杰也一起加入我们的团队 那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呢 因为今年这五月啊是母亲节的时候嘛 那我们想说就是感恩一个感恩月 所以我们特别在选在今天 然后来到东区老人之家 为这些长者们服务 那大家也知道 长者其实老大人都需要大家的关怀跟陪伴 所以来跟他们一起陪伴他们 然后度过这个感恩月 然后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呢 也要跟大家说母亲节快乐 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大人都健康平安 卫生福利部东区老人之家主任 在活动中更是将独居或是移动不便的长者 邀请到活动中心现场 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份的贴心服务 这次的公益活动不仅让长辈 能够享受到专业的理法或按摩服务 同时也提供了与他人交流的机会 让他们在舒适的关怀中 享受一个愉快的上午时刻 感恩月 爱心 意见 公益活动 赞 记者凌杰 花铃市 采访报导